陳山昌是《金蕭大廈2》的演出受到觀眾熱狂 不僅令他人氣飆升 就連荷包也大有盡象 這日山昌就獲要拍攝健康食品廣告賺外快 他也希望多點來收手 可以幫補奶粉錢 能夠因為《金蕭大廈2》得到這個廣告 我覺得是絕對感恩 其實所有的酬勞都是歸於陳定軒小朋友基金會的 這個爸爸都是沒有份享用的 不過我是開心的 我是樂意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我組織了一個家庭 一個小朋友 我應該要做爸爸應該要做的責任 所以我很願意出來賺錢 大家不介意再找我做多點東西 我多點奶粉錢就可以 因為他接下來要讀書 所以我覺得我要為他將來的學習生活打算 雖然工作繁忙 但山昌也把握時間進行親子活動 近日就在網上展示了兒子坐新車的照片 見他擺上帖子玩得很開心 那些朋友知道他很喜歡的車就送一些小車給他 最近又送了一輛新的 那輛不是電動的 那輛是要爸爸推的 他是最爽的 他只是坐在那裡 小朋友擺姿勢的能力都很高 就是跟你拍照的 因為他最近是剛剛我才發覺的 因為以前你叫他戴口罩他是不肯的 他知道現在去公園玩 他自己會拿個口罩 下去他都不會脫的 那昨天我見公園已經沒什麼人 然後跟他拍照 背景旁邊 我說兒子拍照 然後他自己脫下口罩 然後擺不同的姿勢 就是不同的面部表情 是 然後找我拍照 我也呱呱呱 跟他拍照 因為平時你要叫他 兒子你笑吧 他也未必肯笑 昨天你不用叫他 拉下他就給你了 山莊今次以不同的造型上陣 拍攝廣告 而在今宵裡面 他也有好幾個型章 想不到他最喜歡是這個 精神病人我是最喜歡的 我見到這個帖子有很多張精神病人 是的 因為我跟詩華拍攝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精神病人和醫生的一段情 這段情似有環無 其實我很喜歡 而且這個圖我沒試過 會否說 接下來有今宵第三會預告 我跟詩華都說了 拍金波羅大廈 或者拍香蕉大廈 因為我覺得 《今宵一、二》已經是 《今宵一》 能夠拍到《今宵二》 已經是一個很感恩的事 不是那麼容易 我覺得 很難再超越《一、二》 《三》是很難的 我寧願跟 說真的 如果觀眾是這麼想看 我跟李詩華繼續合作的話 當然我們一定會有機會 但我相信會是用一個全新的題材 全新的角色 去給大家欣賞